政府将在2026年扩大幼儿培育辅助计划 预计受贿的合格低收入家庭孩童 将从目前的大约20%增加到80% 另外幼儿培育署也同主要业者合作 协助每月家庭总收入在3000元级以下的 低收入家庭孩童优先报读学前教育中心 幼儿培育辅助计划自2016年启动以来 已会集超过6200名孩童 政府接下来将同主角妇幼医院和国大医院合作 识别符合资格的准妈妈 邀请她们加入计划 并为她们提供产前和产后育儿的援助 当局的数据也显示 年龄介于3到4岁的低收入家庭孩童 大约8成就读学前教育中心 入学率低于其他同龄孩童 政府因此同经营学前教育中心的主要业者合作 让低收入家庭孩童优先报读 确保她们不会落在后头 我们将加紧努力 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以及有发展需要的孩子 提供针对性和及时的援助 我们需要社区伙伴和志愿者们的参与与支持 一起为这些家庭编制安全网 帮助她们突破困境 此外 我国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婴儿 在托儿所接受照顾 也有越来越多家长 选择在孩子一岁半到三岁时送去育儿园 孙雪林表示 政府正在研究如何更好地支持 这类育有婴幼儿的家庭 并将在适当时候分享更多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